在自然界中分布着众多的蛇类 而有毒蛇类又占据着其中的一大部分 我们都知道 葵蛇科和眼镜蛇科中大多数成员都为剧毒蛇种 那么为什么将海蛇、珊瑚蛇、环蛇和曼巴蛇等都归纳入眼镜蛇科 而竹叶青、响尾蛇、葵蛇和腹蛇等却被归纳入葵蛇科呢 它们之间是如何划分的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眼镜蛇是多种眼镜蛇科毒蛇的统称 包含大部分鹿生蛇和海蛇 它们主要分布于非洲、亚洲、澳大利亚、美洲和四大洋等地区 眼镜蛇科中包含了众多知名的蛇鼠 其中以眼镜蛇鼠Naja、环蛇鼠Bunkeras、珊瑚蛇鼠Miculus 曼巴蛇鼠Dandroaspis和众多海蛇鼠成员最为出名 而Naja鼠的成员也被称为真正的眼镜蛇 它们最显著的特征是在攻击或防御的状态下会展开它们的头照 而其中部分蛇类还具备喷射毒液的能力 而眼镜蛇鼠Naja几乎所有成员都能对人类造成致命的咬伤 因此它们也是最著名的眼镜蛇科成员之一 而葵蛇也是葵科毒蛇的总称 葵蛇科几乎都是陆生物种 但也有小部分伴水生毒蛇 如美国东南部分布的食余部或棉口蛇 却名Epistrodum pcborus 它们就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伴水生毒蛇之一 它们通常生活在水中或水边 特别是在流速缓慢的浅湖、溪流和沼泽中 因此它们与真正的海蛇还是有区别的 葵蛇科的成员大多都是陆生或树期的蛇种 其中就以葵亚科、Vipelini和富亚科、Crotlini成员最为著名 而葵亚科、Vipelini成员也被称为真葵蛇 它们与富亚科、Crotlini成员不同 真葵蛇的眼睛和鼻孔之间没有夹窝 也就是热感受气 而富亚科、Crotlini也被称为响尾蛇亚科 它们就具备夹窝 这也使得富亚科成员能够在完全的黑暗中 也能看到温血猎物的热信号 这种能力使得富蛇成为高效的夜间猎手 这也是区分富蛇和葵蛇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介绍完葵蛇科和眼镜蛇科的基本信息后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点来进行毒蛇的分类 首先是毒牙的结构 眼镜蛇科成员 如眼镜蛇、环蛇、珊瑚蛇等毒蛇 它们的毒牙是固定且相对较短的 通常位于上河前部也被称为前河毒牙 这些毒牙不会缩回 始终保持在固定的位置 所以眼镜蛇科成员在攻击时 主要依靠快速咬合并向猎物体内注入毒液 而葵科等成员 如葵蛇、腹蛇等毒蛇 它们的毒牙是可伸缩毒牙 并且相对较长 在嘴巴闭合时 毒牙会折回口中 当它们在攻击时 这些毒牙通过向前摆动 将毒液注入猎物体内 其次是毒液的类型 眼镜蛇科成员主要含有神经毒素 神经毒素主要通过干扰神经信号传输 来影响神经系统 它会导致猎物瘫痪或呼吸衰竭 而葵蛇科成员主要含有血液毒素 血液毒素可以影响血细胞 组织和血管系统 它通常会导致组织损伤 内出血和血液凝固中断 从而引发剧烈疼痛和肿胀等 然后是头部形状和大小的区别 眼镜蛇科成员的头部通常相对较细 与身体其他部分没有明显区别 它们的头部通常光滑且呈流线型 而葵蛇科成员的头部通常呈三角形或箭头形 这是由于它们的毒牙结构和毒线造成的 由于毒牙和毒线的存在 它们的头部与身体其他部位的区别更加明显 所以看起来也就更宽 再就是它们的体型和鳞片的区别 眼镜蛇科成员的鳞片通常光滑 身体相对纤细 它们的行动迅速敏捷 这有助于提高它们捕猎的成功率 而葵蛇往往有龙骨状鳞片 就是鳞片中央有脊 它们的身体更厚重 也更结实 所以它们一般都是不羁型捕食者 依靠的是伪装和突然攻击 而不是依靠快速行动追踪猎物 还有就是瞳孔的形状 眼镜蛇科成员的瞳孔 通常呈现圆形 与圆润的头部融合为一体 而葵蛇科成员通常有 椭圆形或裂缝状的瞳孔 类似于猫的瞳孔 这在夜间活动的葵蛇中尤其常见 然后是捕猎能力的对比 我们都知道葵蛇科成员 尤其是腹蛇亚科中的毒蛇 大多都具备夹窄 也就是热感受器 夹窝使它们能够探测到 温血猎物的湖外辐射 也就是热量 这使得它们能够在 完全黑暗的环境中 更好地捕猎 而眼镜蛇科成员 却不具备热感受器的能力 它们更多地依靠视力 嗅觉和震动检测 来捕捉猎物 虽然它们的视力相对较好 特别是在白天 但它们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 捕猎的能力就不如葵蛇了 其次 眼镜蛇科成员通常是 皱形性或黄昏性 在黎明和黄昏式活动 它们在白天捕猎 因为白天 它们可以更依赖视力 然而 有些眼镜蛇科成员 在黄昏时分 甚至在温暖气候下的夜晚 可能会变得更加活跃 但它们不像葵蛇那样 适应夜间捕猎 葵蛇成员 尤其是副蛇 它们往往是夜间捕猎者 它们感知热量的能力 使它们能够在 完全黑暗的环境中 观察猎物 并随时发出致命遗迹 这使得它们在夜间捕猎 比眼镜蛇更有效率 最后 就是繁殖能力对比 眼镜蛇科成员 大多数都是卵生动物 它们依靠产卵繁育后代 大多数幼崽 在卵孵化后独自成长 而其中 眼镜王蛇 却表现出 不同于其他蛇类一样的父母行为 雌性眼镜王蛇 会为它们的卵柱巢 并守护巢穴 直到卵孵化后 雌性才会离开 不再照顾幼崽 而魁蛇科成员 大多是胎生 在胎生繁殖中 胚胎在母体内发育 幼崽出生时 已经完全成型 但有些魁蛇成员也产卵 与眼镜蛇科成员一样 魁蛇科幼蛇出生后 就得独自成长 这就是眼镜蛇科成员 与魁蛇科成员的主要区别了 我也将它们的特点 列为了一张对比图 更加方便比较 这就是本片视频的具体内容了 我是余悦 我们下期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